一方面的行政院七月要增设云嘉南办公室 才刚刚接任亲府会主委四个多月的陈以珍 现在传出来说年底他卸任之后呢 要来接这个执行长的职务 那么党内人士是讲说陈以珍形象很清新 高层想要捧他参选后年的嘉义市长的选战 那么接任行政院云嘉南办公室 其实是铺路卡位啊 陈以珍讲说他没有被征询他不知道 但是呢陈以珍的先生杨伟中 在七月一号就要担任云嘉南办公室的 副执行长的这个职务 夫妻两个一个是执行长一个是副执行长 有没有需要这个避嫌呢 请要问大家一下 你知道亲府会在干嘛吗 就怕大家的熟悉度还不够高 一大早南下充当客座老师 暑期辅导训练 才上任四个多月 亲府会主委陈以珍传出又有新任务 新政院七月份增胜云嘉南办公室 陈以珍的丈夫杨伟中担任副执行长 七月一号到任 年底的时候陈以珍也会接任执行长职位 党内人士透露 无非就是想替陈以珍卡位铺路 下一届的嘉义市市长选战 其实我也不知道 因为我并没有被征询 也没有做这样子的一个规划 未来有参选嘉义市长的这个 目前没有规划 否认加澄清 不管是接任执行长 或者是参选选战 一切都是外传 本人一无所惜 但问题是嘉义市市长黄敏慧 2014年任期借买 国民党现在积极寻觅选将 目前看来陈以珍呼声颇高 未来出任云嘉南办公室执行长 可是有助于深耕基层 为争取嘉义市长提名加分 只是国民党这步棋 却让外界颇有为辞 行政院云嘉南办公室的执行长 副执行长都是夫妻党 难道不用避嫌吗 简单自言打住问题 经过几个月的政坛震撼教育之后 陈以珍讲话受访 态度变得快速精准到位 政坛小绵羊暖身起跑 似乎才正要开始 真正林建文 李元宾 朱汉宇李世健 台北台中综合报道